大家好,我是X小包 今天带来的依然是Halo限量款的各种开箱 谁让Halo20周年 我现在快成一个开箱博主了 其实还有好多关于游戏和数码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 别忘了一键三连哟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开两块西节的外置硬盘 首先是Halo联名款的外置机械硬盘 这款比较特别的是它带RGB灯效 这个第一个手感就非常好 相比上一代的西节外置硬盘比较塑料的质感 这一代有一种磨砂的高级感 内容物一个是硬盘本体2TB 然后一条特别编织的数据线 品质非常好 然后送了一张光环贴纸 和上一代相比 新一代的这个西节外置机械硬盘 显得更加修长一点 高度是差不多的 然后指示灯原来是在正面的 现在的新款挪到了这个上方 因为前面应该有一个灯带了 所以其实就能看出硬盘在工作了 然后最大的不同是倒角的处理 可以看到新一代硬盘已经变成了一个直角比较硬朗 上一代呢还是比较圆润的 然后长度上面呢 新一代硬盘也比上一代略微的长一点 厚度大概是一致的 所以整个的新的设计呢 看起来更加的符合Xbox的美学 我挑选了两款Xbox One时代西节的联名款 外置硬盘来做一下对比 分别是赛博朋克2077和盗贼之海 好 首先呢 这款的光环无线的联名款设计呢 也采用了师官掌的编号117 和包括整个战损的质感 和我们之前看到的雷蛇也好 还有微软官方的二代精英手柄也好 这个117 还有这个绿色和橙色搭配的质感 都是非常非常统一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背面的图案 是师官掌盔甲背后的一个AI插槽 玩过无线或者云玩过无线的话 知道这一代呢 实际上有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 显然和游戏的剧情是紧密相关的 然后四边也是绿色 浑然一体 来看我上一代非常喜欢的XB1时代的 赛博朋克2077的联名款 这款最大的特色是正面有凹凸质感的 做就效果 摸起来触感是非常好 好像真的是生锈了一样 不过呢 它四边呢 却是纯黑的 只有正反两面有印花 背面是强迷擒手 营手在哪里的这么一个图案 比较转质感更强 底面呢照样可以印花 盗贼之海是一款比较早的限定 所以数据线呢就和标准硬盘一样 就是一条黑色的线 到了赛博朋克2077 诶 希杰走星了 这个设计水准呢就更上一层楼 先不管说游戏拉不拉垮 这个周边真的是出的好 首先就是这条数据线 采用了这个编织线 而且是蓝绿配色 和我们的这个移动硬盘一起 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限定 如果你看过 Xbox One赛博朋克限定主机的话呢 也会发现这个设计是浑然一体 回到新一代的光环限定 这条编织的数据线呢 也是非常走星 用了绿色和橙色相间的主题色 诶 但是呢 竟然有退步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USB口 竟然是用了这个无聊的黑色 和一般的线材没有区别 在这个细节上 如果能换成试官掌的盔甲率 我会觉得这个限定就更完美了 只要极其7颗龙珠 就可以召唤试官掌 如果117细节的硬盘 配上之前开过箱的雷射的耳机 键盘鼠标 还有微软官方的二代金银手柄 那么恭喜你获得试官掌信仰套装 下面是今天开箱的另一款产品 西节的外置SSD硬盘 请注意这个和西节内置的高速存储卡不一样 这个是通过USB接口 接到Xbox主机上 但是呢 这款硬盘本身是SSD的 也就是它比刚才的机械硬盘呢 速度上要快很多 我们拿到的版本是1TB 暂时外置的SSD也只有这一个规格 要知道西节的外置机械硬盘呢 给Xbox专用的最高可以达到8TB 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求 不管你想下载多少西瓜皮的游戏 应该都是可以的 这款SSD外置硬盘 第一感觉非常小巧 甚至有点像一块U盘 回归B站之后呢 我所有的视频都是4K分辨率 所以送给一个观看4K的你一个小福利 一个西瓜皮一个月体验卡 手快的朋友赶紧输入咯 欢迎在弹幕里告诉我 你有没有抢到 上一代呢 这个设计呢 比较扁 然后近似于一个正方形的G型 然后Xbox的logo呢 比较闪亮 四边圆角 尤其是数据接口比较特别 用的是USB-C 这个在细节的硬盘里是比较少见的 这一代呢 整个设计以言呢 直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变成了一个长方形 而且就四四方方非常硬朗 和Series X这一代的主机非常像 你也可以认为非常像 内置的存储扩展卡 也是细节推出的 甚至可以有点 我觉得有点像2001宇宙奥德赛里面 黑色方间杯 整体变得更加修长 厚度稍微厚了一些 然后接口呢 也用了细节统一的这个数据接口 新一代的细节Xbox专用外置硬盘呢 设计与言作的统一 改为四四方方干净利落的直角设计 不管是SSD还是机械硬盘 整体都更加的低调 更加的漂亮 而且加入了灯效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灯光效果怎么样 连到Xbox上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灯带默认是橙色 可能是因为没有控制软件的缘故 SSD外置硬盘插上之后 则默认是Xbox标志性的原亮色 而且这个颜色不可以变色 那就是原亮色 两条灯带一成一律 可以陪伴你度过慢慢寂寞的长夜 下面简单说一下硬盘在Xbox上的使用方式 只要插上呢 系统就会自动识别 并得提示格式化 按照系统提示一路走 在存储设备里 就会看到这块崭新的硬盘 从速度来说呢 其实是有一个阶梯的 最快的是Xbox出厂内置的SSD 以及专用的SSD插口 也就是细节出的这个官方存储扩展卡 那么这样子互烤的是非常快的 我们可以看到从内置卡 烤到外置SSD硬盘 大概是2.45Gbps 那么最慢的当然就是 USB外置的机械硬盘 速度呢 大概是实测600到700Mbps左右 了解到这个速度以后呢 你就可以按需选购了 正好呢 前一阵我也收到了 国内知名周边厂商 Fenceful推出的 HELLO官方周边纪念品 正好呢 这一次也一起来做个开箱 组成是官长性的套装 NHELLO官方群的 好多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开箱做完了 最后熊主咖啡的老板送我来一包挂耳 正好来冲一杯 享受一下片刻的游戏 正准备喝一杯手冲 突然发现这块硬盘接上PC以后 竟然没有默认变成RGB 说好的信仰套装呢 说好的幻彩联动呢 折腾了一下 才发现原来是要下一个专用的软件 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说明书里那个网址 下载了以后 你就会在雷蛇的控制面板里 看到这个Seagate Gaming 也就是细节的控制 然后就可以开启RGB灯效了 也可以进到Chroma Studio 一起和其他的设备联动编辑 而且这个小程序呢 你还不能关 得一直开着 没有别的作用 就是为了让你的细节硬盘 参与到雷蛇的幻彩大家族里去 不过为了灯效 这又算什么呢 对吧 所以呢 虽说这是一块Xbox专用外置硬盘 但其实它最好的归宿 应该是在PC平台 可以和雷蛇其他的RGB限定款形成信仰套装 而且呢 别忘了PC版的Halo 也是支持特殊灯效的哟 今天的开箱呢 就到这里 都看到这儿了 还不来个一键三连吗 你喜欢哪块硬盘呢 也欢迎告诉我 年后呢 雷蛇的这两款产品 都会在国内发售 说不定我还会有团购优惠哦 记得关注 拜拜 拜拜